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是梁老師跟你講中史 仍然是兵制、概論 今次會講元朝之後的幾個制度 元朝之後的幾個重要性在明朝 為什麼呢? 因為明朝有一個專論的部分 即是考試 明朝有一個專論的部分 而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出專論 所以要留意明朝 當然在概論的部分 我們最主要講兵制的發展 簡單來說 明朝那裡不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多內容的地方 因為他講了發展 到專論的時候 明朝才會詳細說 所以現在還是要掌握發展 好了 我們開始說 元朝之前是宋朝 宋朝是行武兵制 宋朝是行武兵制 後來元朝打敗了宋朝 元朝沒有繼承到宋朝的制度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原因就是元朝之前在北方蒙古有自己的制度 於是他用自己的制度去消滅宋朝之後 按著自己原本的制度建立了元朝兵制 所以他跟宋朝沒有繼承的關係 跟其他朝代是有不同的 例如之前說的北周 北周的時候 徐朝繼承了北周的負兵制 然後唐朝繼承了徐朝的負兵制 是一脈相承的 但元朝不是繼承宋朝 另一個開始 元朝本身的兵制是一個什麼兵制? 而蒙古的族兵制有什麼特點呢? 首先是全民皆兵 其實他是一個部落制度 全部落的人都會參戰 即是人民也是戰士 所以他是全民皆兵 就是這樣的情況 而他的編排裡面 就有千戶長 千戶長 接到大汗的命令之後 就會集結出兵濫養 而千戶長之下 就有百戶長 百戶 再之下就有十戶 其實很異奇 十、百、千 千是最大的 所以蒙古由於是全民皆兵的緣故 所以在兵民之間是沒有明確分野 即是人民也是軍隊 軍隊也是人民 這是一個逐兵制的特點 接著要跟大家溫暖 逐兵制其實有什麼基本的特點呢? 基本特點 我用另一隻顏色筆 好 第一個特點 就是 遊長 就是將領 領著自己的部下 那些部落的人民 那些族人 族人 就作為士卒 即是所有族人都是士兵 所以就是全民皆兵 第二個特點 就是他們作戰的時候 是以部落為作戰單位 以部落為單位 所以其實他們做到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兵將合一 因為遊長就是將軍 他的族人就是士兵 所以其實是互相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為他們是一起住的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那個默契就很好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 八個字 他們就是 情義相通 利害與共 之前是這個 之前說的 徐兵制也有提過這件事 利害與共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原因就是他們是一起住的 所以他們就有情義 如果是戰勝 大家得益 戰敗 大家都會受損害 所以就是利害與共 第四個特點 逐兵制通常都是遊牧民族 所以他們的騎射技術 是很強的 騎射技術 好了 然後第五個特點 由於他習慣於騎馬 所以就是 機動性 就很強了 我去用這個例子 人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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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蒙古當時 被打到歐洲 打到歐洲 所以這麼好打 其實都是因為這些 的原因 但蒙古進入了中原之後 慢慢要建立一個 國家式的制度 所以就開始有些不同 就叫做君戶制 君戶制 再揭替我本書的頁 先揭替我本書的頁 先揭替我本書的頁 還沒說回第幾頁 是頁 頁112頁 頁112頁 好了 就說君戶制 君戶制 入中土之後 他就開始 制度的轉變 因為多了漢人 蒙古佔地多 逐兵制 就沒有辦法應付 他這麼大片的土地 於是 同時 歸附的漢人 漢軍 也是越來越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 於是 蒙古人 和漢軍 就編成 軍戶 用了軍戶制度 軍戶 軍戶 即是軍人戶口 即是漢人部分 參軍的人 即是頭軍的人 於是就列為金 列為軍戶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去特別作戰 找這幫人 其實你可以用蒙古的暴落去理解 當軍戶就是一個暴落 作戰的時候就找他們 所以 其實整個制度 是屬於一個軍民分治制度 即是軍戶 就是獨立的 文戶就是耕田 軍民分治 軍戶身份 就是世襲的 即是爸爸做軍隊 兒子做軍隊 整個家庭都是軍隊家庭 軍隊家庭 就隨時被這個政府招攬出來 就是出戰 等等的東西 好了 那就不可以更改 軍戶就是 軍戶制從此扣立了 這個軍戶制 在 因為元朝很短 軍戶制其實 是被明朝繼承了 所以明朝也是走類似的制度 好了 接下來是制度的內容 你本書的軍戶制的內容是怎樣 有兩點 一個是負擔與優免 即是他有什麼職責 負擔即是職責 還有什麼職責 還有什麼免罪 即是免稅 軍戶一定要出丁 藍丁就當兵 如果有任何人是逃亡或死亡 總之不見了 就會由他的兄弟子侄代保 即是都是要補上去 這就是軍隊一定要自己 即是軍戶一定要去負擔 武器是國家給的 軍需 即是行軍的需要 就是軍戶自利 即是自己帶自己的東西 其他東西自己帶 軍戶有免除 科差、雜販、租稅 這些全部都可以寬減 大致上這些都是力役的東西 最主要都是力役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的措施 叫做證戶與貼戶 其實軍戶有分證戶和貼戶 證戶是出兵 貼戶是後補或幫手 當時如果一戶不能獨自出丁當兵 可以兩三戶合起來 就是出一丁當兵 總之要出 總之要在軍戶找人 出丁者 出丁者 就叫做證軍戶 就是證軍戶 其他那些 就是出錢幫補 就是給錢去供給證軍戶 就叫做貼軍戶 所以有證 有證 有證 有貼 所以就是證貼軍戶 如果證軍戶 最後結果那些軍戶 是沒有合適人選 簡單來說 就是適合打仗 那些也可能出了戰 或者死了 那就是由貼軍戶 出丁頂替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 貼軍戶 是一個後補軍隊 後補軍 好了 接著是軍戶制評價 蒙古軍戶 就是軍隊非常龐大 軍戶 常常勒索和 軍官 不是軍戶 軍官常勒索和 逆史軍事 即是對軍事不太好 因為監察不到 軍戶 又要隨軍精衡 簡單來說就是出征 又要行軍開支 又要自己搞定 即是包括了鐵軍會被他們 所以其實又要打仗 又要支付那些日常開支 所以也算是比較艱苦 令到逃亡者 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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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結果 軍戶就敗壞了 好了 這個是當時的情況 其實軍戶 要提到 軍戶當時需要軍團 軍團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農業生產 簡單來說 你在哪裏駐守 你就在那裏 就要耕田 軍團這個制度 其實也是被明朝繼承了 簡單來說 明朝繼承了兩件事 軍戶制度 以及軍團制度 成為了明朝的衛所制 接著我們就去下一頁 裡面說明朝的衛所制 以及明朝的武兵制 這裡說明朝的衛所制 是比較簡單的 其實詳細版本 在這個專論裏面才說 所以你本書的編排 都是說 衛所制的概述 概述 大致上 因為其實 概述那邊 就是最主要說成全 衛所制的設立 什麼時候設立 就是劉基建議 即是明代一個開國功臣 開國功臣之一 他有建議 當時就是用了唐宋的優點 改良 元朝的兵制 成為了衛所制 即是說得很厲害 在軍事要地設立了衛所 軍事要地設立了衛所 類似唐朝的折衝虎 即是唐朝的虎兵制 其實就是虎 當時叫折衝虎 其實明朝的叫衛 所以就是繼承了唐朝 而衛所軍事編入了軍籍 唐朝其實就是 在相對有錢的人抽 沒有一個明確的軍籍 而軍籍就類似元朝的軍戶 那些衛所兵的事務就是衛所管理 第二點 軍戶與衛所制 它是用元朝的制度 以軍戶為衛所軍事的主要來源 所以就是入軍籍 元代的士兵 元代的士兵 首先是用精兵的方式 即是一些合適的人 作為軍隊 找了他們之後 就編入軍籍 編入軍籍之後 然後就形成了軍事的戶口 叫軍戶 而做了軍戶之後 那個戶口是軍人戶口 就需要世代出丁 就是服役的了 所以這個次序就是 首先是 掙扎軍隊 入了軍籍 形成了軍戶 然後就可以替代為兵 這是他們的做法 好了 衛所制的吸養 即是他們究竟 究竟 那個費用 是怎麼來的呢 明太祖 不希望軍費成為 一個國家的負擔 所以 他行的措施叫軍團 軍團 就是軍人 耕田 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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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 在衛所裡的軍戶 他有些是專職 就是耕田 於是 衛所整個系統裡 能夠養得起衛所的軍隊 就是明太祖的想法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 就說 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武兵制的興起 其實 當衛所制行了一段時間之後 通常會有荒廢的情況 亦都會因為 有戰爭的發生 所以臨時就是這個招募軍隊 首先交代一下背景 為什麼會出現武兵呢 第一個就是軍團土地的問題 他荒廢了 或者是賣走了 或者被人拿走了 總之 現象就是 那些軍團土地 不斷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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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養不起那麼多的衛所 於是便出現問題 好 接著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兵役的奴婦 當時的軍官 就會欺壓一些士兵 在這種情況下 令到一些軍事逃亡 明代的軍人逃亡的情況 都比較嚴重 所以 就是 當時 就是 如果遇到 蒙古入侵 又或者是 東邊 有幾個倭寇 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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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寇就是 入侵 當時 明宗業 就是 無可用之兵 於是 就要務兵 招募軍隊 其實 總之 國家裏面 覺得不夠軍人用 就會招募 好 接著就是 募兵制的發展 好了 其實最開始就是 孫宗和英宗 孫宗其實很早 明代就是 首先 太祖 太祖 接著就傳給衛帝 衛帝 接著就是成祖 成祖 接著就是人宗 人宗之後就是孫宗 人宗其實是一年左右 所以其實 衛帝也很短 因為靜蘭之變 所以太祖 成祖 接著就是 基本上第三個長的皇帝 就是孫宗 所以孫宗開始的時候 已經務兵 可以看到 衛所制 不能夠應付當時的需要 另外就是 到了 世宗的時候 就開始 整個務兵 就成熟了 成熟意思就是 看到的效果 看到什麼效果呢 就是成功抵抗了倭寇 就是其中兩個大將軍 一個就是戚繼崗 一個就是余打游 他們就是 招募軍隊 去應付當時的戰事需要 而得到很好的成果 所以 嘉靖初年 也是在 甘肅地區 曾經務兵 而 慢慢務兵 成為主流 所以 衛所制 已經完全失敗了 接下來 就要講講 武兵制的評價 首先 要改錯 應該是 頗具彈性才對 其實武兵制的性質 你都知道 看到的彈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軍隊才聘請人 你不要軍隊不用聘請人 所以 彈性就很高 其實就是 宣德九年到嘉靖後期 很多時候都要武兵 他能夠抵抗內亂 以及抵抗外敵 他們沒有特定的復應期 即是打完仗就完 戰事完結就可以退役 打完仗就完 所以 你不夠人就招募 這樣就解決 這個不足的問題 整個武兵制的好處 就是發揮了 靈活 有彈性 靈活有彈性 第二 就是武兵制 就是 明朝武兵制 那些士兵 都挺好打 戰力強的 為什麼呢 因為招募的時候 有嚴格標準 即是簡單說 你不是很他人 是不會招募你 他通常都品格很好 身體很強健 還有一技之長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他自願 自願為兵 於是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不會被迫 所以就願意作戰 兵將關係一直是密切 因為招募之後 將軍招募來跟隨將軍的南陽 所以關係密切 就願意為將軍打仗 當時的將軍 最出名就是 打了倭寇 即是日本人 他們招募軍隊 成功地清招了倭寇 倭寇即是日本的海盜 實力很強 當時的武兵制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難以擁兵自重 為什麼難以擁兵自重呢 不會出現安市之縣 因為士兵與中安 關係密切 為什麼都不會出現安市之縣呢 原因就是他們全部都是臨時招募 事時不認識 還有打完仗就解散 打完仗就解散了 於是就不會一直養著那些軍隊 所以那些將士 是不會 勇兵自重 而同時 武兵的權 就是朝廷控制 朝廷說 朝廷先招募 朝廷不招募 朝廷不招募 就不可以招募 於是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 將軍不可以自己亂 招募自己的軍隊 去幫自己作戰 所有招募都要向中央申請 但是也有一個不好處 你可以說是壞主 或者是負面的評價 負評 就是國家財政家重 為什麼呢 因為步兵就是要出來給他 他脫離了兵龍合一的傳統 因為職業軍人 他真的不會耕田 但他會幫你打仗 官府要提供所有的軍備、衣裝、軍響 全部都提供了 所以財政負擔是比較重的 明末的時候 有兩個大的用兵的地方 一個就是外族 就是滿洲人的入侵 第二個就是劉寇 劉寇就是李志成那些民辯 所以都需要大量的募兵 當時的募兵 能夠招募到的軍隊 就已經不太強了 不止斥計將那邊 當時 由於武兵的兵制 都已經敗壞了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人 執行那些標準 就是招募的時候 又或者沒有人願意參軍 因為國家沒有錢 沒有錢 就不能夠招募好的人 所以士兵質素就越來越差 沒有訓練 招募越多 軍響支出越大 而朝廷就沒有錢 所以拖欠軍響 拖欠軍響的人知道 更加聰明的人 更加不會來做軍隊 做了軍隊的都會逃亡 逃亡軍隊 甚至加入了民變行列 於是令到情況更加差